啊 為什麼不是十大 是二十大 因為他沒有在前十名 哈哈哈哈 所以你前十名可以剔除 對 所以 那邊可以先畫掉 所以既然是二十大 我們就要從這一區來開始看對不對 從這一區來開始看 什麼EA2B 哈哈哈哈 最後Bingo 其實很簡單嘛 黃世聰你就不用賣罐子了 因為你的條件已經說到 只剩一個人符合資格嘛 前二十大 那沒有講前十大 就十一到二十名 所以只剩十個人嘛 橫跨建築金融跟零售 那就只剩一個人嘛 就這麼簡單 那個名單一翻出來就知道了嘛 所以他講的其實就是林敏雄 那林敏雄跟柯文哲有什麼淵源 他有沒有捐錢給柯文哲 我真不知道 但是柯文哲做了一件 讓林敏雄覺得心裡非常愉悅的事情 當初陳佩琪去看房子的時候 就是看這家建設房子 對 就原地的房子 然後就說 那當時就有人說 那佩琪看房的時候 是不是原地的老闆 去陪同的 當時是全聯立刻發聲明 說沒有 否認 對 不持謠言 不對啊 那現在這個它是最 被說是 被萬華吉普賽點名 對 目前還沒有 說是最大的金額來源 到今天為止 還沒看到 全聯有沒有發聲明 沒有 沒看到 所以那個奇怪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柯文哲的USB 我們期待的是真相 那真相的部分 各路人馬好像都會通靈 不是那種通靈 是他們其實有消息 有消息 但是呢 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呈現呢 有時候這個事情 不能說得太白 所以呢 我們其實內心都知道 不能告訴你太多 像晃哥啊 時期啊 包括蘇培 我們都知道 可是不能告訴你太多 那來 我們就來看 給你提示的線索 線索一 就是2024年新春富豪的這個排行榜 然後呢 列出來的是 二十大 前二十大有這一些人 什麼林百里啊 郭台銘啊 反正總之都是 有頭有臉的大老闆 那在這裡面呢 呃 有意思的就是 啊為什麼不是十大 是二十大 因為他沒有在前十名 哈哈哈哈 所以你前四名可以剔除 所以 那邊可以先畫 所以既然是二十大 我們就要從這一區來開始看 從第一名開始看 從這一區來開始看 什麼EA2B 哈哈哈哈 最後Bingo 好 所以呢這邊 這個黃世聰所說啊 有一筆超大象 你們目前 比我們目前看到都還要大 比EA2B都還要大 這個人橫跨呢 告訴你線索叫做建築業 零售業跟金融業 是USB裡面的最大的 那我們目前都就是 我們是很保守對不對 但是有人 衝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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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衝組在這裡 這個是吳子嘉董事長 他有打問號 對 摸咪建設 打問號 這是官司打多了 累積經驗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呢 這邊這個傻傻的官司很多 但還傻傻的是中小屁 哈哈哈哈 直接把名字講出來 萬華吉普賽人 萬華吉普賽人 其實他前面 他前面也是問號 他說 比較可能 也幫自己買了一個保險 那北檢的部分說 無從評論 但是從一些事蹟裡面去看 可能也是有一些線索 在晃哥的心中對不對 其實很簡單嘛 黃世聰你就不用賣罐子了 因為你的條件已經說到 只剩一個人符合資格 前二十大 那沒有講前十大 就十一到二十名 所以只剩十個人 橫跨建築金融跟零售 那就只剩一個人 哈哈哈哈 就這麼簡單 那個名單一翻出來 就知道了嘛 因為有很多是科技界的嘛 對 半導體的那個就是 已經踢掉了 對不對 因為他原本只有 好了 鍾小平講是林敏雄 因為林敏雄 原本只有建築跟零售 零售也是後來 他最早起家是建築 後來有了零售 那買了萬泰銀行之後 橫跨金融業 而且現在全聯自己 還有他的全聯配 對不對 也算是金融業 好 所以他講的其實就是林敏雄 那林敏雄跟柯文哲有什麼淵源 他有沒有捐錢給柯文哲 我真不知道 但是柯文哲做了一件 讓林敏雄覺得心裡非常愉悅的事情 就是國發院那塊土地 因為我曾經 當時2016年黨產會成立的時候 我曾經陪同那一位業姓地主 到黨產會去陳情 所以我一直在follow這個案子 當時國民黨用所謂的善意第三人 把這個土地賣給原利 這前面我們都討論過了 除了賣的價錢很低之外 然後原本這個小學用地 也就變更就不用了 學校用地也變更就不用了 好 原利當然買到土地之後 他要申請建造 但是郝龍斌始終不發建造 郝龍斌壓著喔 建造都不給喔 柯文哲任內給了 這個消息從台北市政府傳出來之後 當時的黨產會 正式給柯文哲一個公文 說這件事情因為 這個原來的業姓地主 有向黨產會已經承案 黨產會立案調查中 是不是請台北市政府 暫時先不要發建造 以免將來人家房子蓋好 賣掉之後你無法挽回嘛 對不對 但柯文哲不管 建造造發 所以那房子現在已經蓋好了 已經在賣了 好 那你說如果我是林敏雄 我高不高興 而且他那時候還講說 要討不應該跟建商討 他要去跟那個國民黨討 對 他就是所謂的善意第三人 好 那對林敏雄來講 也許他沒有施壓柯文哲 有沒有施壓我不知道 但是我一個老闆 我幾十億的資金壓在那邊 我不能 我沒有建造我不能蓋房子 我那個利息每天就是這樣 可能幾十萬上百萬 就這樣出去了 我當然會急嘛 那你建造給我發 我可以蓋了 我資金就活絡了 所以這個是柯文哲 當時給了原力一個非常大的 Favor 非常大的一個恩惠 對林敏雄來講 對原力建設來講 當然原力因為財力比較雄厚 整個集團財力很雄厚 也許不會因為這樣的造成資金 調度的困難 但是呢 對他來講總是鬆了一口氣嘛 所以他們有淵源 我知道的淵源是在這裡 那後來林敏雄本人 有沒有用投桃報李的方式 給予他大額的政治獻金 這個我還真不知道 但是我必須告訴柯文哲 你很敢 我們到討論到現在 有兩件事 好龍斌任內不敢做的 金華城的容積率 隔石院的 這個國發院的這個土地的建造 好龍斌都不敢發 只有你柯文哲敢做 請問柯文哲 你還有什麼事情是你做不出來的 補充一下這個 第一個就是我今天聽說 他那個USB裡面的Excel檔 會有300個 然後是這個提煉 篩選之後 我們現在才看到這些 所以後面很髒啦 提煉出來的就是精華嘛 對 那起訴書會不會比我還高 就是因為他會篩選 所以起訴書到底會不會寫滿300個 不知道 然後呢就講到說 橫跨這三大領域 這個金額最高的這一位呢 要提醒大家 當初陳佩琪去看房子的時候 就是看這家建設 對 就原地的房子 然後呢 就說 喔 那 當時就有人說 那佩琪看房的時候 是不是原地的老闆 去陪同的 當時是 是全聯立刻發聲明 說沒有 否認 對 不辭謠言 不對啊 那現在這個他是最被說是 被萬華吉普賽點名 對 目前還沒有 說是最大的金額來源 到今天為止 還沒看到 全聯有沒有發聲明 沒有 沒看到 所以那個奇怪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到底那個數字是多少 我們大家也都很好奇 想說到底是要交朋友怎麼交 才可以交到這種驚人金額的 因為1500我們就已經 1500已經算不少了 所以 聽一個演講交個朋友200 對 就已經很驚人了 不知道說這個最大筆的 到底那個數字是多少 我補充一下是說 柯文哲他說 有跟林敏雄吃過飯 但是沒有談隔食院的土地 這是說法 在2019年的12月26號 他有一個說法 但是因為有些時候 就算有談我幹嘛告訴你 對不對 建造是他發的 為什麼郝龍斌不發 而且全聯當初否認說 林敏雄沒有陪佩琪去看房子的時候 有一句話是 林敏雄跟柯文哲關係不錯 但是沒有陪佩琪去看房子 就是他有前面 關係還不錯 對啊 沒有因為我看到這一個 他說沒有談 然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因為柯文哲我過去 有短暫採訪過他幾次 採訪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場景是這樣 財訊寫了一篇 然後他說 他就在笑說 民進黨那麼多老師來教他 他是叫做養虎為患 那當這個出刊的時候 記者就是追著去問 你怎麼會 就是那種過河猜橋的性格 對不對 然後大家非常吃驚的 就去問他 柯文哲回答說 誰說的 哪有 明明就有啊 不然雜誌怎麼會寫 白紙孩子給你專訪 然後又有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是別的記者採訪的經驗 柯文哲那時候 在蘋果還有的時代 柯文哲接受蘋果的專訪 然後那時候 柯文哲講了一個重點 叫做黨的秘書長 他瞄準的是市府秘書長張哲陽 張哲陽要從市府的秘書長 變成他黨的秘書長 好笑的在哪邊 記者去問柯文哲嘛 然後柯文哲啊 他的回答就是 你在哪裡聽到的 哪裡聽到的 我有這樣講嗎 我有這樣講嗎 他竟然失憶耶 所以記者就在那邊抱怨吐槽 所以你沒有要用是不是 你沒有要用張哲陽嗎 還是你真的失憶了 因為你前一天才講 然後電視播出來之後 大家去追問你嘛 或者是說報紙寫出來之後 再去追問你嘛 馬上就說他不記得 超離譜的 所以柯文哲他講話 我覺得真的要答上很多很多的問號 那冠年的部分我想請教 因為剛剛時期有點出一個是說 那個USB裡面 說濃縮之後 我們現在看到是有十大嘛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二十三十四十的 小額的 你說你也有朋友在裡面 他是這樣跟我說 他是跟黃蟲仁一樣的說法 他說很倒楣 然後為什麼會把那個調查局 會把他找去問 是這樣他就接到調查局的這個電話說 一某某某某某你可不可以來說明一下 說明他就帶律師去 然後他自己去嘛 然後調查官跟檢察官就問他說 這個Excel上面有你的名字 然後上面有人名跟金額 你看一下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他說對啊 這個是我經手的募款 然後反正這個就是政治現金 到後來 所以你那個朋友是金手人 不是金主 不是金手人 對 因為柯文哲常會跟人家募這個責任額 然後說黨部要裝潢 黨部要裝潢 反正三百萬就募了十七個 然後責任額也是 一樣啊 責任額絕對超過五個以上 反正責任額 反正一樣責任額找五個人去募 然後找五個不同的傾訴 上司裝潢不滿意打掉重座 對 打掉重座 好那這些錢都到哪裡去咧 所以這個金手人也覺得莫名其妙 所以調查官就問他說 某某某某這個錢是不是你金手的 然後到哪裡去 他就如實交代說 柯文哲交代說這個錢要進到哪裡 說 那他就如實交代 所以他把這一段過程跟我說 好那這就證實了有USB嘛 有金手人嘛 有金額嘛 對不對 然後有這個 有檔案嘛 所以周刊跟我們現在所說的都是真的啊 那我自己是比較謹慎啦 我現在說出來所有東西都經得起檢驗嘛 1.2億好轉有沒有去看 有啊 71個這個員工行資福報 有啊 那個民眾之聲的YouTube的斗內 是不是盡當募可 是啊 許甫也承認了 錄影檔也出來了嘛 所以我說的這些事情都有根據 民眾黨真的要檢討啦 你們今天發的新聞稿還說什麼 什麼謠言啊 不實啊 說鬼故事啊 說到鬼故事 現在明天就要萬聖節遊行了 柯文哲的戰法很簡單 你家小朋友是不給糖就搗蛋 他就是不給錢就搗蛋 怎麼說呢 不給錢我就去基隆搗蛋 不給錢我就去新竹搗蛋 我就再派一個人 然後去桃園搗蛋 所以謝國良是要買一個 就是給糖 給錢 你就不要搗蛋 對 那高宏安是怎樣呢 高宏安選得太好了嘛 有可能那筆錢是斗內給他 本來叫他不要搗蛋 可是他搗蛋成功 當了市長 那就是 對對對 那就這件事就沒沒成 然後林哥人就被犧牲了嘛 所以柯文哲的戰法很簡單 他說他有 他可以選 他可以沒選上 可是他有辦法把人家弱選 這個整個事情就都起來嘛 謝國良給糖吃 然後就沒人跟他搗蛋 然後這個售後服務 不但從罷免有人挺 我覺得這個售後服務 還一路會到2026 所以謝國良 2026的基隆市長也穩了啦 民眾黨也不會 不會有人跟你爭取 那現在我覺得整個黨最有實力的 當然就是有實力的 當然就是從實力來的 從實力來的